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定平 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 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 重温革命战争时期 党中央在延安的争荣岁月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宣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 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习近平强调 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弘扬延安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发扬斗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而团结奋斗 27号上午 习近平等集体乘车 来到位于延安城西北的 杨家岭革命旧址 1938年11月 中共中央机关 由凤凰山迁到杨家岭 在杨家岭期间 我们党召开了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 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习近平等 首先来到中共七大会址 1945年4月至6月 党的七大在这里召开 我们党成立时 只有五十多名党员 到党的七大召开时 已经拥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名党员 习近平缓步瞻仰会场 他表示 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走向了成熟 在政治上 党通过延安整风 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 在思想上 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 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 在组织上 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 九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 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指明了正确方向 开辟了正确道路 随后 习近平等来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救居 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在杨家岭的革命经历 了解革命旧址保护情况 在延安时期 监督政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全面从研制党的实践中 给出了第二个答案 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指出 在民歌白马调基础上创作和传唱歌曲东方红的过程 并现场做了演唱 习近平指出 习近平等依次参观了 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 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延安精神涌放光芒等展览内容 从1935年到1948年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 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展览全面系统展示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延安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 习近平不时驻足观看 同大家一起缅怀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 争容岁月 参观结束时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党的二十大闭幕以后 你看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同志 是怀着崇敬的心情 来到延安 瞻仰党的七大会址 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旧居 也参观了这个延安革命经营馆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回顾党在延安的光辉岁月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分工伟绩 同样伟大的建党精神 同样延安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发扬斗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而团结奋斗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胜地 新中国的摇篮 从1935年到1948年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的革命家 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 领导中国革命事业 从低潮走向高潮 实现历史性转折 扭转了中国的前途命运 威威包塔山 滚滚沿河水 延安 用 这里的 五股杂粮啊 滋养了中国共产党 发展壮大 延安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要永远铭记 我也在延安地区 我都要来看一看 到七大会址啊 到七大会址啊 杨家领王 王家平早言呢 凤凰山呢 我都要去看 习近平说 到中央工作后 先后三次来延安考察调研 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 就是要宣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将继承和发扬 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 弘扬延安精神 习近平强调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在延安时期 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一样作风 培育形成的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是党的 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代代传承下去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1938年 毛泽东同时在言 抗日军争大学回答 在抗大应当学习 什么时指出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全党同时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坚决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 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延安时期 党提出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并写入党章 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 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要求党的干部 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形成了只见公普不见官 这样的生动的局面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 践行党的宗旨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 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 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和红军安加延安后 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条件十分艰苦 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号召 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 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 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定不能丢 脚踏实地 苦干实干 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情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习近平强调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 筑窑洞 吃粗粮 穿布衣 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 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传承好 发扬好 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指出 延安时期 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 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 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 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 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 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坚决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强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 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临行时 习近平同在场的老党员 以及老红军 老八路 烈士后代 党校干部学院教师 及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亲切交流 勉励大家 弘扬革命精神 讲好党的故事 激励人们 坚定不移 听党话 跟党走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曾国梦 而不幸奋斗 现场响起 长时间 热烈的掌声 刘国忠 陈希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陕西省有关负责同志 参加上述活动